都知道水是鱼生存的载体 而水位的变化也常常是影响鱼情的重要因素 现在前方窝点的水深有5到6米 我们采用偏年的耳料 用渣蛤蟆的方法才能确保耳料抛到钓点 哎 好 但是这不像是好鱼了 我刚才渣蛤蟆钓到的 你千万别跌个鲤鱼去了 我估计是个鲤鱼 哇 草鱼 好 你看我来换的就来了吧 是的 说错了没有 人来黏一点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王者之战那个配方 千万别高跑了啊 不敢 这是我胜利的果实 我发现哥哥每次跟我在一起都钓得到大鱼 必须的咱们俩从来都没有 咱们俩小鱼就不爱玩 对吧 哎呀 你那个炒鱼啊 我天 跟我比不行吗 不行 炒远了 我给罗爸爸炒鱼从来没炒跑我 就发力了 还好刚才 现祖用的大还是对了 炒鱼炒完不要放水里 箭头了后就炒 好 这回可以 不慌 不慌 好可以可以了 哇 太水了 跑了 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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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跑了 跑了 真是浮了我天哪 你这跟 完了完了完了 你把我的炒走 炒跑了都好无所谓 你把你 你把哥哥都炒跑了 刚才炸蛤蟆掉着的 最少我看 莫测最少有 最少八九斤 肝尖前面十公分才有飘向 我就跟那试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就成了 再往远一点根本就找不着底 别急 鱼来了我们还钓着找的 咱俩咱俩黄金搭档 咱俩出马 都不是事对不对 对 为了更快的融入到当地的垂钓氛围 我在耳料和钓法上都不断的做出调整 竟然有幸体验到了种大草鱼的感觉 但抄鱼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将鱼抄跑 所以抄鱼时只有当鱼的头正对着抄网时 抄网才能入水便于将其抄入户中 哥哥 我要上一条呢 你就给我发个200的红包 你要掉一条我就给你发个200红包 好 场外人员不允许下指挥啊 这杆这位置准 就这位置 像我们现在这种类似于扎蛤蟆的钓法 能动吗 没必要 因为这水太深了 这5米多深的水 呀 跑了 我就被他写这个慢 advers离这水便 200块 说早了 脱钩是垂钓过程中 钓鱼人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刚刚我就是在种鱼提杆后 鱼儿一冲窜 我的鱼线松弛了几秒 导致跑鱼 我最怕的就是跑鱼 而偏偏每次提杆都与大鱼擦肩而过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这杆要么没有 要有肯定是个大的 我发现啊 这个鱼你真得等 它不是没鱼 它是有鱼 大鱼来了 大鱼来了 真的大鱼来了 有红色的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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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 超红色的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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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art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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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